就是我想问问大家 做个调查 就是如果有一天 当我们老了 就是我们糊涂了 咱不说老年痴呆吧 就是说糊涂了 然后或者是躺在那不能动了 多少人希望被别人看到 甚至说天天被别人看到 自己这样的一个现状呢 我相信啊 就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肯定是都不希望 就是自己最惨的时候 自己最没有尊严的时候 被别人看到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为什么 我会想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吧 就是我有很多次 就是在网上会看到 就是家里有老人 比如说老年痴呆了 然后就会 这个家庭就会有成员 把她作为一个视频的主角 天天 在网上记录她的生活 还有一个老太太 好像有点老年痴呆 就有点智力都不行了 就是会给她一个假的娃娃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整天 照顾这个假的娃娃 然后来分散她的注意力 就是我觉得这确实都是一个好办法 从家人的角度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确实都不错 可是吧 就是我一看到这样的视频 包括还有一些植物人 自闭症的孩子 然后父母 就是会把她当成一个题材 天天录制她的生活 然后包括 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孩子 一自闭症 好像一发作就薅头发 薅得一把一把的 然后她妈妈就会配上那种悲伤的音乐 整理她的头发呀 太多太多太多了 就是我们在网上 就是经常能看到这些 你说为啥自媒体大家都喜欢看呢 其实就是一 它是生活里边 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每个家庭里边的故事 然后每天都在真实的上演 你说这些东西是他们编出来的不是 确确实实是真实 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 然后她每天都给记录下来了 其实吧 说起来这也是记录生活 也无可厚非 可是我吧 就是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视频 我就特别有代入感 我总是心里头特别的悲凉 特别的悲哀 就为那些当事者 所以这个话题我早就想说了 只要一看到 我就会有这种感受 就是其实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意识到 就是家人这么做 当事者 他们已经神志不清晰 他们其实不知道家人在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 家人在把自己每一天生活当中的细节 在网络上放大 供别人观赏 尤其是当你一些出丑的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紧急的状态发生的时候 可能更是一些很有看点的东西 就是我更多的是站在当事者的角度 我心里头时常在想 我老了以后可千万千万别沦落成这样 就是你自己没有权利去控制别人了 他跟我现在 我自己想要记录我的人生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只是记录下来 我想记录下来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是被动的 你根本不知道 就是你被家人拍了视频 天天放在网上 被那么多的陌生人围着你看 研究也好 然后会探讨一些细节也好 不管是说同情你的 还是看热闹的 这件事 就是我一站在那个当事者的角度 我就心痛不已 心里头很悲伤 很悲凉 真的这种感觉可强烈了 就是我们的子女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别人 就是我自己本人 当我要是遇到一件什么事情 让我特别痛苦 或者就是特别难过的事情的时候 我通常不愿意找人倾诉 我通常都是自己消化 这个时候呢 我会让自己就是不想跟任何人接触 我也不想去跟任何人聊 我只想自己慢慢消化掉 然后慢慢的就走出来了 就是我是不喜欢 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敞开 就是没有任何自己的隐私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更别提说到老了 然后就把你最不堪的一面 最没有尊严的样子 然后天天那么多的陌生人 趴在那看你研究你 哇 我觉得真的很可怜 好在呢 就是他自己神志不清了 他也不知道他被别人这样看 这样议论这样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点 如果你说这个人什么都清楚 躺在那 只是生病了 如果他神志清晰 如果再被家人拍了 放到网上去看 哎呀 那我觉得那就更 更悲伤了 更痛苦了 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去阻止 之所以把这些事情拍上去呢 更多的是为了赚钱吧 另外也可能啊 就是照顾这样的病人 说实话就是也是心情烦躁 压力也很大 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方式呢 会缓解 缓解他们的压力 就是你一个人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 可能他出现各种状况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烦躁 更加的受不了 可是当你把它作为一个素材 作为一个拍视频的一个 一个主题的时候 可能他越出状况 你会觉得哇 越有故事情节 也可能就是你会 心情会变化 倒是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吧 倒也未尝 不是一个办法吧 就是说实话 照顾病人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是那种身心疲惫啊 就是容易把自己都搭进去的这么一个活 如果通过就是做视频能解脱一些 能有一些收入 然后呢能让自己就是 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不那么烦躁 然后很好地把它记录下来 从这个角度看 它也有它的好处啊 但是我更多的是 从这个被拍摄者的这个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 觉得哇 挺受不了的 就是不敢想象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吧 就是在别人的眼里看 其实没什么 因为他病了嘛 他这样很正常 所以但是我总是觉得 如果 如果是自己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有问题 因为我相信啊 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么不堪的一面 这么没有尊严的这么一面啊 那天被记录啊 人有的时候你病了也好 老了也好啊 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承受一些东西了 因为毕竟一个家庭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从经济收入来讲 还是从身心疲惫上来讲 可能把你作为一个人物来记录呢 他的那个角色转换了 他可能变得不那么把你当成负担了 也可能是件好事 就是好多东西嘛 你得看哪个角度想 是不是 你要不然也可能他都不愿意照顾你了 可能是巴不得你早点走 然后现在呢 你成了一个被记录的一个主角了 也可能他会更好好的照顾你 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然后多创造一点这个价值 这也有可能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这件事呢 也可能就坏事变好事了 说我这个人吧 有的时候有点同理心 太强 哎呀 总是会把自己带入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角色当中 哎呀 就觉得可心里难受了 还有哈 就是我觉得一些孩子 你说记录老人啊 就毕竟他没有多少年 他就走了 就是再怎么样 就是他的同龄人也可能都看不了了 看他的人呢 都是下一代的人 所以说可能还好一些 另外呢 老人毕竟有个期限 很快就走了 也就烟消云散了 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 好像似乎也没有特别的伤害到谁啊 可是孩子 我感觉不一样 这个孩子啊 你记录孩子的生活 我觉得要尤其要小心 那些有病的孩子更是这样 就是你也不知道 就是未来啊 他这个病是不是会好转 然后未来 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未来有可能有一天 它涉及到这个婚嫁呀 人家就能从网上 哇 从你的童年开始 一直把你了解到到了20多岁 其实这种感觉 我觉得作为当事人 就像自己就是一下子脱光了一样 在别人面前 就是你好不了解对方 可是对方什么都了解你 其实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 这也是我啊 从来没有跟网友在线下见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每天分享分享分享 就是有很多人会很了解我 如果在线下去跟网友见面的时候 我就会很尴尬 我相信我会非常尴尬 所以这也是我从来不跟网友 私下见面的原因 我觉得网络上的情缘 就在网络上继续 我不希望就是把它再延续到生活当中 很多的人包括事情 其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美的 就是太近距离的接触 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一下子又跑题了 就是我录视频 跑题呢 应该叫啥 叫恶意跑题 是不是 就是我不是无意识的 说说说说跑了 然后回不来了 不是 我跑题呢都是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突然间触动了一个点 哎呀我就很想积极把这个点说了 因为要不说过了我就忘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哎 跑了 跑完以后呢 我会很清晰的把它再拉回来 继续前面的这个视频的主题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想了想 我这个不是善意的跑题 叫恶意跑题 特意跑的 尤其是孩子 要小心 要谨慎 就是 至少 你得要让他自己来决定啊 他想不想被你记录 这个人生 将来他的人生 你比如说他上学 他会被同学议论 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在学校也不是没有生活过 对吧 呀各种的就是 大家都不希望被别人就是什么都知道 然后会 那些孩子嘛 当然是有一些那种理解能力啊 各方面能力 他都不一样 有些东西你觉得很正常 被这个同学知道了 看到了 呀他就不知道解读成什么了 然后就可能对你的孩子 就会一些戏弄啊 或一些就是那个霸凌啊 或者一些就是整天起个绰号啊 然后就是把你当个小笑料啊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哈 要小心 不光是说生病的 自闭症的孩子 包括就即便是你是很健康 很好的小孩 然后你想记录他的生活 给他开个账号 然后记录他的每天的生活 我都觉得哈 你可能需要暂时先设为自己可见 等到他到了一定年龄 你一直给他记录着 等到他一到了一定年龄 他懂得就是自己做主的时候 让他自己决定 现在记录生活太便利了啊 就是基本上年轻的妈妈都是从怀孕就开始 各种的录视频啊拍照啊 然后到最后要生之前那个肚子 然后也会拍照啊 然后包括生产的过程啊 那个胎儿出来的瞬间啊 然后小脚丫啊 所有的这些他 从满月呀 什么白天呀 周岁呀 然后呀就过生日啊 就是一直一直给他记录了 很多非常好 我觉得很好 很多就是孩子妈妈呀 就是会觉得说 呀就是忍不住 就是想把他晒出来 就是想把孩子记录出来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你在 比如说就是上小学之前 这段年龄段 其实你给他记录下来 晒出来 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同龄人还太小 等到他上学以后 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们很多人不太在意 就是别人的权利这件事 不管老人也好 孩子也好 基本上是一个 我们这个监护人说了算 就是监护人也不太在意 说他本人同不同意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习惯啊 五七只死那个男主人公 他不也是吗 他就觉得 他太太决定放弃生命 他都觉得不算 他不想让这样 就是他的意见就很重要 你看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我们往往不太注意到 就是那些弱者的人的那个权利 还有一点我也考虑过 就比如说信仰也是 就是我们通常孩子的信仰呢 基本上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基本上是父母替他做主 信教的这个父母啊 就是每周都会到教会 然后他就把孩子会带着 然后呢就孩子也就是跟着一起啊 就就就变成了这个 跟他的信仰是一样的 因为那父母希望这样 这可是吧 我就总觉得 因为信仰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 因为我也看过 就是有一些人 父母从小被父母影响 信了某一种教 然后等到他长大成人 三十多岁以后 哇很痛苦很纠结 最后呢 他脱离了他原来 从小就接触的那个教 转了其他的 或者是说他就什么都不信了 小朋友啊 其实他的 真的是在信仰上没有自由 基本上是父母给他选定的 因为父母认为 自己的这个信仰是最好的 然后带给孩子的也是最好的 就是我可能是 更多的是站在这个 这个孩子的这个角度 在想 这个有点想多了 联想的太丰富了 我确实是一个特别爱联想的人 就是一件事 这个脑袋里头 不停的 联想到这儿 完了一点点的 就像有剧情一样 然后就发展 然后就像 哇 这脑袋里过电影 我记得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那个时候 在学校上学呢 上课也不好好学习 我不太爱学习 上课老六号 脑袋东想西想 然后有一次 在上课的时候 就想到了一个大象 然后想到大象呢 紧接着就想到了 大象那个鼻子嘛 大象鼻子不是很长吗 然后我眼睛看着老师 可是我的眼前 就是那个大象的鼻子 甩啊甩啊甩 然后甩甩甩 这个象鼻子就开始会爬了 然后就越过了 这个教室里的窗 然后这个象鼻子就爬爬爬 然后就顺着墙下去了 然后呢 就旁边就是一条路 然后就象鼻子呢 就爬到了公路上 然后我就在那想啊 然后爬到公路上以后呢 马路上就来了一辆车 然后那个车 一下子就压到那个鼻子上 然后那个鼻子 哇就这个一机灵哈 就是那个鼻子一下 就卷起来了 哇我就一下子都 自己都出声了 然后老师 是干什么呢 哇吓得我一下子 就回过神来了 也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说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我这脑袋里头啊 经常会幻想 就是幻想那些莫名其妙的 就是那些画面特别逼真 呀就是如果不是发出声音来了 我接着就会想 哇那个象鼻子 然后被车压完以后 就一滩血 然后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大象 然后哎呀 就会越想越多了 我都不敢想象后边是什么了 哈哈哈哈 我这回跑题 跑太远了 哈哈哈哈 哎呀说到这儿 你说我就想想 我这个脑袋啊 这又开始东跑西跑的 这思维太活跃了 所以说啊 这不能再瞎跑了 这就是我今天啊 这个视频啊 录的真的是 这是信马游江应该叫哈 你说说这跑题跑的 哎呀真的是 这绝对是创纪录的一次 那个跑题哈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别爱太慢 别睡太晚 走错的路 你要学会转弯 别忘回走 别回头看 一生很长 你才走了一段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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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